好 說到了台積電 大家就講說 奇怪 陳其邁那時候 不是吹的 這個牛皮吹的挺大的嗎 台積電結果現在 28奈米廠又升變了 其實原本是講說7奈米廠 結果後來就是講說 可能2023年營收不如預期 所以就開始陸陸續續的 從7奈米又變成28奈米 現在連28奈米的計畫 也沒有了 那這樣的消息傳出之後 大家就講說 這個陳其邁 你就是騙票又 跳票又騙票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那台積電的講法 他講說現在 因為正在法說會的 這個兼末期 所以不便多做評論 所以依照市場的動向決定 又有待4月20號 法說會的時候 會跟外界來做一些 詳細的說明 那陳其邁的講法 他就說 尊重台積電的 這個建廠的進度 那高雄市 就是全力配合協助 但是呢 有些事情是回不去的 比方說房價 你從那時候 你開始要選啊 然後講的 啊 這個天花亂墜的 那個高雄房價 就已經這樣 哇 一直這樣一直漲 比方說男子啊 左營區啊 這一代的房價 大概都漲到 4到5成了 沒有找出這相關的一些 這個圖片喔 其實你看從2021年的時候 當時預售屋喔 一坪可能18萬 到現在 一坪是29萬耶 漲幅將近5成喔 那甚至呢 連這種10年 20年的房子的漲幅喔 都還有這個 將近4成左右喔 所以其實整體 整個房價 全面的這個大漲啊 就是因為 當初你講這個 七奶米廠要來嘛 那個時候是 2022年11月 就已經發現 這樣房價回不去的現象了 那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2021年的 下半年開始喔 所有的 這個高雄的房市 通通都圍繞著 台積電的這個話題 全面的大漲 那可是現在 陳其邁不用負責嗎 這是大家就要追究一下啦 以前喔 這個蔡英文跟陳其邁 不是一搭一唱嘛 說什麼 2022年當時的新聞 就說 8月7號高雄廠要動土啊 然後呢 陳其邁不是還半夜 打電話給蔡英文 蔡英文說 哎呦好煩喔 什麼一直打電話給我啊 什麼的 就是說 陳其邁很拼啊 很希望台積電來設廠 結果呢 現在啥都沒有 那以前啊 我們當時 節目上面就已經放出來 就說 這台積電會不會跳票啊 當時議員跟他質詢的時候 講說 那台積電跳票 你要不要下台 然後陳其邁就反嗆說 那蓋了之後你下台啊 那現在 我們再把那一段話 拿出來聽一聽 台積電你們今年確定 如期如此的在高雄設廠投產 我請問你 如果計畫跳票 明年2023年底 不投產 市長 如果你連任了 你願意為這件事情辭職下台嗎 政治人物的誠信是非常重要的 你會負責嗎 起定 那我只要問你 如果計畫跳票2023年底 沒有投產 沒有正式的生產 市長 你如果連任 你願意為此 辭職下台負責嗎 你問問這個問題 所以市長你的意思是說 你沒有辦法承諾 你沒有辦法承諾說 所以看起來 他可能會裝作忘記這件事情 那下台應該也很難 那所以現在就印證了 韓國瑜以前在講啊 講什麼呢 講說 唉這個 你不是陳其邁有說過的話嗎 選錯人賽馬場 選對人晶圓場 那現在是不是這個回力標 打到了這個陳其邁身上 現在選錯人 賽馬場也沒看到啊 不要說晶圓場了 韓國瑜的金句也復活啦 講說這個台積電被大卸8塊 已經淪為民進黨的黃復興啦 因為看起來呢 只要花蓮選情危急 就會到花蓮設廠 金門澎湖危險 就會到當地設廠 簡直是把這個台積電大卸8塊 已經全部搬到了美國去 民進黨還在邀功 看起來這個神預言啦 先知總是孤獨的 這個韓國瑜當時 可能也是先預言到這一點 那我們來看看 其實到底這個高雄廠 是不是為著選舉來顧票 王美花的講法是說 沒有啊 投資台灣是不變的 日前台積電也宣布要投資 全球的研發中心 什麼有8000名的高階工程師進駐 那他說我們政府也會給予相對應的一些協助 不是跟選舉有關 可是網友就不吃這一套 他講說這還需要解釋嗎 你根本心裡就是想要把台積電送到美國 講了半天也是白說 那還有啊 他其實講到台積電現在這個補助方案 他還講說希望不要影響到雙方的合作 人家就覺得民進黨你真的是想要掏空台灣嗎 你是哪來的合作啊 根本是美國強迫台積電就叫架過去 而且現在還不只如此 剛剛看到一個新的消息 說不只高雄廠 傳出台積電原本要在台灣擴廠的腳步全面放慢 包含了寶山 中科 南科也都全面的延後 也難怪現在巴菲特這個消息 接受日經的訪問的時候 他說啊 這個台積電的ADR 他現在開始賣了 大概賣了85% 本來持有41億美元 現在大概只剩下6億左右 人家覺得說 巴菲特你以前不是講說一支股票 如果你不能爆5年的話 你就永遠都不要開始買它嗎 怎麼會台積電你是短線只爆了一季 爆了三個月就賣掉呢 炒短線呢 然後呢 現在就看起來 是不是有一點也該看壞台積電 他說的確是有地緣政治的考量 我們來問一下朱大 我先這樣講 我們把前言後語說清楚 讓大家明白台積電停止訂購28奈米的機器 是有背後的原因的 熊奔廠 在日本的熊奔廠 台積電的28奈米 在那邊興建跟製造的時候 日方不但承諾 Sony會把你所有的產量通通都吃下來 而且日方的補貼高達5000億日幣 幾乎沒有附帶條件 他唯一的負擔條件請注意 請注意 他唯一的附帶條件 我們最近剛聽到日本那邊的 真才的消息 應該是確定的 他的附帶條件是沒有公布過的 在大阪跟橫濱 各在有一座三奈米跟五奈米 這是日本金產省的規劃 那好啦 我們講直接一點 如果在日本有5000億日幣補貼熊本的 28奈米廠的時候 請問在高雄 陳其邁有5000億日幣嗎 沒有的話 他自然不會在這個地方生產 而且別忘了 今年高雄缺水 連續這麼多年缺水了 缺到現在要從屏東抽水來 你還缺水 也不蓋水庫 也不解決缺水 明後年缺電 和三廠所有的機台 全部要在明年以後退役 缺水又缺電更缺錢 我台積電傻了嗎 我要跑去那邊做 第二個 王美花沒讀書 不怪他法律系的 不懂科技 但陳其邁自己以前是當過醫生的 你也不要跟著騙 高階製程 3奈米5奈米 用的極子外光 更耗電 EUV的能量轉換率 大概只有百萬分之一 你用100瓦的電力進去 出來就是1瓦的一個功率 那你告訴我 在一個缺水缺電缺錢的高雄 將來會有更先進的製程 你當我跟自由時報的讀者一樣好騙嗎 今天自由時報的頭版頭就是 接下來要做先進製程 開玩笑是不是 你覺得你連最基礎的成熟製程 都做不了了 你要做先進製程 我最後補充一下 不然我光罵 大概就罵一整集了 28奈米是成熟製程 成熟製程 大部分的製程已經全部自動化 不需要人了 那你以為沒有工程師去 你那個房地產在炒作什麼 一個國家以炒作房地產 為最重要的經濟火車頭的時候 你一定會出事的 而且順帶查一查 20號法說會對不對 你去看看台積電的庫存 是不是又變高了 難怪他所有的投產 跟所有的設廠都要延後 這是數學不是政治的騙數 好 我們來插播一下 剛剛陳其邁有回應 他說政府否認計畫有變 但是現在到底這個計畫 到底有沒有變不曉得 因為他常常也都是這樣子 在回應大家 所以只能再有待觀察 登法說會 我們來問一下 婉慧姐 我覺得陳其邁市長 因為這一個禮拜以來 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是非常的 常常跟他有所連結 因為我正在揭露 高雄奇山的一些 土地的一個問題 我想先從巴菲特來說 巴菲特不是昨天才說話 他對於台積電的部分 其實他去年在第四季的時候 基本上就已經有提出 相關的一些警示語了 我想巴菲特他是一個 專業的一個投資人 剛剛朱大提到的 一個產業 他要不要在這邊設廠 其實他是有非常專業的一個評估的 那我們的陳其邁市長 他也做過行政院的副院長 對於整個產業的一個發展 不能夠就是完全只是一個 大內宣的一個做法 如果今天還牽涉到 剛剛我出來之前還看了一下 這個網民的一個討論 我想哀鴻遍野 這個男子這個地方 一開始從陳其邁講 在選的時候講了之後 這個當然已經 這個土地已經就漲了好幾倍了 那他現在的回應 當然還是矢口否認 說還是台積電沒有 就是說不再來這邊設廠了 我要講的是 民進黨的相關的這些政... 這個縣市首長 我覺得這個說話是要負責任的 像他這一次 我打他旗山的這個土地弊案的部分 他就是一開始先說 沒有問題 我們一定都依法行政 其他那個房子在那邊好幾年了 大家都知道 這個陳其邁就住在那個地方 但他一樣是眼睛遮起來沒看到 然後等到有人講的時候 他馬上就開始大力的宣傳 就說我們一定會辦到底 好好的辦 我就告訴你 要辦你早就辦了 應該連拆都趕快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陳其邁 不能夠用這個政治的思考 來看這個 來對外來說 台積電要在高雄設廠這個事情 好 來 請教董哥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剛剛聽朱大講缺水缺電 大家也知道台積電是台灣 用電跟用水最大的廠商 那怎麼辦 你還要去跟老百姓講民生用水 其實這一個月來 在科技界最重要的兩場談話 第一場是3月16 張忠謀跟晶片戰爭的作者米勒 有一場對談 他說美國認為台灣是最危險的地方 所以美國的政策有岸外包 不包括台灣 那這樣的地方可以投資嗎 其實就讓張忠謀覺得很害怕 他說美國現在強迫我們去 高成本地方的去做生產 那對我們來講 他當然他的業務 就會受很大的影響 他的獲利那就更不用講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是第一場 第二場就是一個都 大概兩個禮拜前 台積電的董事長劉德英講 美國人那些條件 我們多數都沒辦法接受 你要我們的商業機密 你要分論 那你這一東西對我們台積電 都不是當初講的 先把我們騙過去 叫我們在亞利桑那 鳳凰城做大投資 然後投資了以後 你現在開始提出很多條件 那這個其實是 是很不公平也很不禮貌的 那你今天再看到高雄這塊 那他的情況其實真的一樣 28尼米 這個9米這個來講 其實全世界很多地方都生產了 台積電自己在中國大陸有兩個廠 一個在上海 一個在南京 那你如果看 因為你做任何大的廠 第一個就是成本 成本當然工人 還有當地的一些 來的一些條件 那這些條件的話 可以讓你的生產的成本 降低的話 你就可以賺很高的利潤 所以張東某認為自由化已死 全球化已死 為什麼 因為下來的話 對台積電來講 並不是那麼看好 所以這一次大家傳出了 因為台積電已經公開宣示 今年1月他就公開講 高雄的7奈米廠他不蓋了 他本來是7奈米跟28奈米 現在我們在討論就是28奈米 那當然奈米越小越精準 越好 越高級 那如果連28現在都打退堂股的話 那對這些炒黃的人 不僅是一個青天霹靂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 原來台灣未來我們整個 引以為傲的驚嚴代工 可能就走不下去了 對 可能陸陸續續都要喊咖了 但是還是有待這個官方 甚至是台積電 自己來對大家說明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州忙回來